RGM邓紫棋和男友Mark爱的甜蜜 时不时会制造惊喜给对方 好像在刚刚过去的Boxing Day中 Mark送了一座价值 约78万港币的三角钢琴 给RGM做圣诞礼物 RGM在微博发文说 自己想买这座钢琴很久了 不过因为价值超出预算20倍 一直不舍得买 所以当见到这份圣诞礼物时 他激动地倒哭 爱情事业两得意的RGM 这天在上海出席一个综艺节目 典印会时 也大方提到自己出道初期的挫折 他就说正因为 他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 勇于改变 所以才可以取得现在的好成绩 我16岁的时候 刚刚出道两个月 在那个香港一个朗豪方 那个广场上面去唱歌 当时大概200个观众站着看我 然后我唱了45分钟 要唱10首歌 我唱完下来 我还自己感觉自己唱得挺好的 结果被我当时经纪人骂了一顿 然后说什么 我穿着高跟鞋在上面 那么不自然 然后说我完全没想过 歌与歌中间怎么串联 就好像站在上面 唱了45分钟 把它OK一样 然后后来我就哭了 然后也没得怎么克服 因为我当时是要连续唱两个月 每个礼拜唱一场 所以我要连续八场 我第一场被骂了 然后就一场一场努力改变 同场出席活动的还有嘉宾 魏大勋 曾可妮 陈建斌等 这个节目是讲关于合租的故事 魏大勋就说 他会选和陌生人合租 而不适合朋友 朋友合租会在一块会很有意思 会可能比如聊的比较多 但是就可能会没有原则 所以还是跟就是比如说跟陌生人 可能会有讲原则性一点 把所有的该说的都说好 可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 要不然就是那种 比如说很能谈得来的朋友 两个人说好 就是因为要合租 其实还是在合租之前 先把该说的都说好 先小人后君子 我觉得这样可能为了以后 不破坏两个人的感情 就怕大家都含蓄含蓄的 结果最后含蓄到最后有一天说 大家还是别住在这吧 算了吧